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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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欧洲出发》 我是Ethan 我现在人在韩国 他这边人川机场的话 会有一趟直达的火车 直接到首尔市区 然后大概历时40分钟 打算先去首尔吃东西 坐上这边的地铁了 这个地铁的感觉 特别像我在印度的时候 坐的那个 从Rajiv Chok 到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那条地铁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就长这样 是不是非常像印度的那个火车 我个人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喜欢韩国的人 因为我看了非常多的 韩国的电视剧以及电影 就是有种寂寞深入熟悉的感觉 总之吧 就是我对这个国家 是没有什么预设的 如果说实在有的话 就是第一印象非常好 我个人是一个 非常非常喜欢印度的人 然后可能是因为我看了很多 保莱坞电影的关系 我对这个国家真的是 就感觉寂寞深入熟悉 这次旅行有一个新朋友在加入 就是 如果你们早期看过早期片子的话 会知道就是Selina 对 我们两个是老熟人了 大概结婚七年 熟悉我视频的老观众一定知道 之前我的所有旅行视频 都是我跟Selina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只不过上次印度的话 因为这个国家情况比较特殊 考虑到安全性 以及女性出行的一个方便问题的话 我就自己去了 Selina比较喜欢发达国家 一般我们家的话旅行 不是特别发达的国家 都是我自己去的 发达国家的话 她一定得跟着我一起去 家调比较好 对家调比较好 韩国的软件 你要不会韩文的话 真的好难用 我们在这查了这么久 去找酒店 我的天哪 应该是这个 我们现在在韩国的江南 打算先去吃一家东西 叫韩女士降蟹 韩国真心没有给我觉得 就是是一个特别繁华 特别就哇的那种城市 是吧 韩国真的太平易近人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的发展和建设 真的很像中国北方城市 我本以为韩国这次拍摄 不会有什么惊喜了 不会像印度似的 有这么大的反差 不过还是惊喜到我了 老实讲 这个韩国你实际上来 跟韩剧其实还是差挺多的 当然可能今天阴天的关系 但整个城市的颜色 就是蛮灰猛的 有一点点这个陈旧我觉得 有点复古情怀在里面 见到了 这家就是韩女士降蟹 是我们今天要来吃的 也是我们这次在韩国 来吃的低价店 我们现在刚开门就已经进来了 现在一间全会坐马 吃的就都没有了 我们还是比较lucky 然后是把它们都挤出来 哇 好质艺型 哇这么多 然后把它这样挤到这里 好会吃 好多 好会吃 就是这样 突然之间感觉就量充足了好多 先直接尝一下下去 嗯 香气很新鲜的 蛮好吃的 这毛汤我之前在泰国吃我也吃的 我当时那毛汤 我不知道这毛汤是什么 总是它那个准脖子很带血的 然后它那个毛汤是全熟的 我觉得这特别好吃 可能我从小在北方长大 吃海盐不多反正 反正我吃个海盐就觉得好吃 我喝这海盐汤也觉得好吃 我觉得挺好吃 这是韩国当地的烧酒 现在都是澳洲卖 其实澳洲的烧酒也是韩国出口 但是 很好在韩国喝韩国的烧酒 感觉比澳洲喝的那个烧酒好喝 人就是贱 果然是原味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猪肉辛奇 就是猪肉炒辣白菜 我们是翻译软件翻译的 叫辛奇 就是辣白菜的一层鱼 这个是猪肉辛奇汤 这个叫猪肉辛奇 这个是烤猪肉辛奇 对 这个叫烤猪肉辛奇 对 就是烤猪肉和辣白菜 这个汤呢 其实猪肉很好喝 味道非常好 对 感觉是麦相比业余的 只有辣白菜和猪肉 这个的话呢 这个麦相就很专业 这个烤猪肉辛奇 超级好吃 特别好吃 这个猪肉一点一味都没有 但是这次终于两个人吃饭了 不但是一个人吃饭了 我可以点很多东西 而且还得进入到 这么热闹的一个店里 只要一个人吃饭的话 我就不会接完 特别好吃 好 我们现在在少人的明洞 白天我们是也过来了 白天吧 它就没有这么热闹 没有气氛 好像是灯没亮你知道吧 加上今天下雨 白天看着灰兔兔的感觉 你看第三世界 可能我们今天吃太饱了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美食想勾去我们的欲望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是吧 什么烤小鱼饼 烤海鲜 烤鸡肉串 然后炸鸡柳 天呐 为了吃这些 我就不飞11个小时的飞机到韩国来了 不过韩国的这个出租车真的是跟电视剧同款 配色款式一模一样 我这边总结一下 明洞这个地方呢 来这吃吃饭挺好 也能吃到些不错的东西 包括于说你思乡了可以吃点中餐 但如果说你想找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说特别为游客所设置的 或者说特别宣传韩国一些特殊性的这么一个地方的话 我并不觉得明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看到这家店了嘛 就CEO这家贝利超市店 然后在人传机场非常多 然后在他门口的话 这个地方就可以办 拿money card 然后他这边是点scan 你让他scan这个QR Code 这我刚刚设计的 然后就出来了 这是我刚刚设计的 是我在印度hold it的时候的照片 对 然后点确认 然后这边充现金的话 非常好用 可以用信用卡 可以用支付宝 可以用二维码 可以用微信 可以用现金 还可以用信用卡 而且他用中文系统 超级好用 打算用支付宝试一下 然后就是拿你的支付宝二维码一扫 你看他这边就支付成功了 只是他这个卡呢 制作费用比较贵 是要七千韩元 但我觉得就当留个纪念吧 然后这就是我的卡 马上就出来了 然后这就是我 刚刚制作完成的这张卡 还挺好用的 感觉一个人专手之下 还打上我自己的名字 然后现在给它充值 充值 充值的话就把它放在这边 对 他这边有两个账户 你看到了 他这边支付账户的话 是你购物的时候要用的 没有人吧 然后交通账户的话 是你坐车的时候要用的 他们是分开充值的 对 然后我这边就用 对 我这边就先充交通账户 韩国这边呢 主要的卡有三种 一种叫T-money 它主要就是作用就是乘车 你在这边坐任何的公共汽车 以及坐地铁 然后都需要用这张卡 另一种卡的话 就是我的这种 叫做Namani 它的作用呢 就是既可以购物 也可以乘车 然后并且说 它这个卡呢 是可以用你自己的信用卡 往里面充值的 就是哪怕你的信用卡 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其他的国家 你可以用信用卡 去往这里面充 然后还有一个选择呢 就卡叫做WuPass WuPass的话 它跟这个情况差不多 也是可以 一软卡用来吃饭 购物也好 然后用来乘车 本身它是一个换费公司 它是一个卯罗的换费公司 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汇率 然后它会主动的帮你结汇 但是就是你需要存钱进去 你没有办法通过银行卡 去刷卡去存 我会优先选择这个Namani Namani 然后具体你们自己来韩国的时候 想选择哪个人而兼人 治的兼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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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